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潮聚教 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张寇寇杀掉他的仇家三个人 那网上对他的评价相当正面 正面的里面的背后的原因 我以为有着一种背后生命的那种认识和生命的原因 但是在中共体制之下 人们这种大陆人表现出来的这种 怎么说呢 侮辱性的存在,力量的存在 才表现出自己真正的强大 没有任何礼数 没有任何礼仪,没有任何礼数 包括张寇寇的母亲 当年22年前被打死 对方用钱摆平 那13岁的一个普通的男孩子 在他的内心生命中 已经奠定了他的生命意义 复仇 在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 就是在一个城管去侮辱一个妇女的时候 一个老人的时候 他的孙子 应该是看起来那个男孩的孙子 充满了仇恨的眼睛 共产党叫做革命党 革命党就是杀人 革命杀人 他是以凶狠 以仇恨 与杀戮 作为整个国家生命 中共体制之下 生命之间彼此存在的关系 所以他的强大 大屁股撅起 对女人 对男人 人的概念是这么来的 所以你看到的 在国内的表现中 是以淫荡 作为这个社会 存在的一个原始的动力 而对于外在的环境中 一定是以暴力 所以我们说 共产党的理论 就是强奸的理论 他对外面去 一切东西 都是以暴力的方式而存在 以暴力的方式 来表示自己的强大 但是当一旦 遇到一些 他选择性出现失误的时候 立刻就被淹了 就成了李连英了 美国媒体叫 叫Axel 我不知道他应该怎么 在18号昨天 披露了一条消息 而这个消息 却是引述了 五个不同的人 讨论同一件事情的说法 去年11月9号 在川普离开北京之前 10号离开北京 川普曾经 到大会堂 跟习近平之间 有所会谈 而在进入 随从习近平 对不起 随从川普进入这个 进入大会堂的时候 他的一个随行人员 叫做辅助军官 手里提着叫核手提包 里面有 里面有着这个 美国核武器的一些 所谓核武器按钮吧 和他相关的这个内容 相关的这个联系的工具 这个人却在大会堂 进入大会堂的时候 遭到了中共保安人员 官方的阻拦 他报道说 在遭受阻拦之后 即刻爆发了冲突 当时就 当时在人大会场里面 爆发冲突 11月9号 川普应习近平邀请 访问大陆 川普的军事辅助官 提着被称为 核足球的核手提包 准备跟随川普 进入人大会堂时 受到了中共警卫的阻止 美国一位官员迅速向 同行的白宫幕僚长 凯利汇报了情况 凯利只是说 不要让步继续进去 于是这些官员 重新开始往那里走 那结果那一刻爆发了骚乱 那大家就可想而知 在川普要进 那中共的安全人员 拦住了这些 他的随行人员 什么理由我们不知道 谁问理由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他这是一个 外交事业外交礼仪 那在这种外交事业 外交礼仪当中 我们想不出这个 会出这种乱 那如果说 以外交的这种相互关系 有关系的话 我们看到过 6月28号 这例子不太恰当 6月28号 这个梁振英接习近平的时候 被从飞机上踹下来 例子不太恰当 但是我们知道 这种事情本该是在 事先的礼仪当中 和国家的基本礼仪 概念当中是具备的 本不该发生的 在这些美国官员 直接继续进入人大会堂的时候 一名中共警卫 用手抓住了凯利 凯利是白宫幕僚长 那如果大家作为对比的话 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当年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如果白宫警卫人员 就把栗战书就给抓住了 小羊不能进去 就这意思 你想如果发生在白宫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本不是问题 但为什么发生 这是件很奇怪的事 凯利甩开了该警卫的手 并推开他 继续走进了人大会堂 他说这个时候 白宫的安保人员 安保人员们冲上去 抓住了这一名中共警卫人员 并把他摁倒在里 谁的耻辱 对吧 谁的耻辱 在人大会堂 中共权力 对外权力的表达的忠心 中共的警卫人员 被白宫人员打倒在地 当时美国政府对这场冲突 采取了保密措施 美国官员讲 美国方面在川普访问中国大陆之前 早已经向中方通报了美国安保惯例 双方都按照这个协议行动 没错 这是应该有正常的外交途径去处理 人家川普进入美国大使馆 习近平进入白宫 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栗战书给挡外头 行吗 一大背跨给跨那 我没跟你说吧 无神论塑造的猪的理论 比猪都不如的 因为他不能轮回转世 你见过无神论的人轮回转世吗 你说他转上哪去 他因为他不相信 他只相信这块臭肉 所以我为什么说一直说这是这种强奸的概念 侮辱生命的概念 很多朋友不理解 根本就不理解我说的这种概念在其中 你不理解原因是你都不懂得怎么尊重自己 真的 有朋友去新西兰 昨天跟我说 说很多中国人到新西兰 这个大陆人 然后那地方贵吗 花钱 我也有钱 我姑奶奶有钱 然后为了彰显自己有钱 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大声的去讲 放个屁都要说 我放个屁 后来那朋友问我 说涛哥你说这为什么 我说他自卑 自卑 你知道吗 他要让周围所有人告诉所有人 我存在 我放了个屁 你知道吗 用钱买不了自尊 钱越多 在这个高级动物的背景之下 你越自卑 我跟你说 你钱越多 你在这个高级动物的背景之下 你越自卑 你用钱买 女人越漂亮 你就是越是那种 李莲英式的东西 带着伴儿 李莲英 李莲英不带伴儿 给咔嚓了 你内心的生命的自卑 你内心生命的龌龊 你内心生命的下贱 是在你里头 是因为你不认识你自己 更可悲的 我刚才说那段话 很多大陆人 男人 你听不懂 这是非常可 我个人见多了 我没跟你说吗 来到这个地方 我住的地方很多中国人 保时捷就像个自行车一样 到处开 到这个中国超市 他也不会在那边 我说句难听 我刚才去洗车 洗车呀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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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加油站那个洗车的呢 因为下雪嘛 有冰雪嘛 洗车呢 他换了那种 就是他更换了他的机体吧 这么讲嘛 就比较好一点 你前后都是大陆人 开的 宝马就 宝马根本数不上 都是开什么 都是开这些保时捷啊 这个高档的灵智啊 这个这个 路虎 然后起那洗车 他听不懂 你知道吗 他是说英文的 连个洗车你都不会 但他可以表现出 啊他就这样 你洗不会洗车 你就问问人家 我就说 我就想你问两句 怎么洗 你看人家洗 你还不会洗 钱都洗一个 该走这停了 该在那停了 你就过去就完了 但就是这样的 这些人 同样在这些社区中 在这些超市中 为了抢一个位子 就去NDD 那走路的人没走过去 他拿车别人家 算什么东西 真的 钱毁的你呀 不是人的 其实这是 我说的这是一个道理 在这件事情上 他当时发生的 是这个警卫去抓了 他的幕僚长 然后牛脸 白宫的人上去 把这哥们NDD 按照美国安全惯例 只要美国总统出访 就会有一个少校军官 携带着核手提包 随行 当美国遭到核攻击时 那川普可以通过 该手提包 下令启动核武器 面对朝鲜核武的威胁 那它有很现实的作用 后来中共警方负责人 对当天发生的冲突 向美方道歉 同样的 文在寅出访大陆期间 他的记者 文在随行记者 遭到中共警方的殴打 对不对 去年12月14号 文在寅出访大陆 两名韩国记者 随行 遭到中共警方殴打 当天文在寅在参加 韩中经济贸易会谈 途中中共警方无故粗暴的阻拦 跟随文在寅进行采访的韩国媒体 派驻清瓦台的记者 两名记者被中共警方殴打 我以为这就是相当有趣的一种场面 2015年9月份 当时奥巴马到杭州参加G20的会议 随行的国家安全事务主席 赖斯越过了警戒线 结果与一名中共官员发生对峙 并语言冲突 没跟你说 就是猪的理论造成的 他自卑的心里 他会认为我阻挡美国人 我是很伟大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一样 当他来到北美 来到美国 来到加拿 他在这块土地上就说 我是爷小样 你开那破车 我今天有钱 但是在我眼睛里 你连孙子都不是 孙子是人 你不是人 开玩笑 孙子在六道轮回中是人 你是高级动物 你不是人 高级动物 就没有一个人的正常行为 才会出现如此的这种 毫无道理的行为 而他这种毫无道理 在他眼睛里很有道理 我把美国人打了 我把美国人打了 我把鬼子干了 所以中共的文化 是真正摧毁人的文化 留下来的就是连孙子都不是 一个高级动 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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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